一记双手反拍强力回击 面对球场上资深前辈丝毫不退让 年仅14岁的泰雅族网球选手王恩奇 在7号的华国三太子杯全国网球积分锦标赛 女子单打冠亚军战 对上师范大雪的谢玉庭 两人一开赛就打得火热 不过面对年轻选手老将谢玉庭也不慌张 拥有多场大型赛事经历了她 立刻找到进攻节奏 慢慢拉开比分差距顺利拿下第一盘 比赛进入第二盘 王恩奇似乎过度紧张 连连被拿下分数 最后虽然全力抢分 但还是以0比2隐恨落败 没有发挥出来这样子 然后还是有点紧张 就是遇到大姐姐这种 本来是要放开打 可是可能自己也想赢吧 所以就身体也比较僵硬这样子 他球真的是上上还 就是那个球值都还不错 然后深度也是有的 然后他本身 我觉得他是缺乏一些经验 就是比赛上可能一些战术的运用 不过王恩奇这次以华国三太子杯 全国网球积分锦标赛 最年轻球员之姿拿下亚军 教练表示表现已经在预期之上 因为对手都相当强悍 未来会加强王恩奇的实战经验 朝向国际级的球员迈进 原新闻南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